先說回大陸的新聞 其實彭帥和中共前常委張高利的善醜聞曝光之後 其實這件事還沒完的 美元是江西省的籃球協會主席大雅尼又被揭穿他利用職權去侵犯未成年少女、女童、未成年籃球隊員 現在就被拘捕了 好像最新的消息說他被辭職 是不是離職? 辭職怎麼說?森先生 辭職 辭職 辭職被人炒了 不好意思這兩次不懂得說 是的 不過現在大家更關注更大的一檔事 就是中共的富商建一個善羅大樓 就上在那邊 這個樓被外面稱為是小紅樓的 這裡好像控制了幾十個靈女 他們全部是回落官員供權貴去營亂 其實現在這個時候爆這些事似乎越爆越多 後面有什麼政治涵異呢? 大家知道根據公開的消息 你看到12月開始微博突然熱轉上海小紅樓 就是趙富強涉黑案的 去到12月5號的凌晨評論局顯示不少這個流言 就是六億瀏覽的 說不見就不見了 你看看 張高麗和彭帥那件案件 那件叫聖醜聞 我不稱之為聖醜 我上次節目都講過的了 那我就講給大家知道 這件聖醜聞的話呢 可以甚囂塵上 可以繼續給大家報 繼續給大家講 大家可以繼續講這個彭帥的事 當然彭帥不是經常出面是另一件事 但基本上呢 沒有全面的禁制的 大家看到 一講到上海小紅樓 小紅樓六億的瀏覽量 說金就金 就是不可以給大家討論這件事 上海媒體集體沉默 上海沒有一家官方媒體 主流媒體 甚至一家自媒體 發出相關的聲音的 這麼大件事 為什麼都不講呢 很簡單 就是說這個案件的人物 就是一個叫趙富強的人 在九零年代 由江蘇來到上海的楊浦區做採訪 2000年前後 在採訪店外 開始了兩間的美髮店 做的就是賣人的勾當 04年起 由多間的國有企業 低價獲取大量的出租房源 轉租謀利 控制店面當達1300多處 去到2014年 趙富強租下了區政府旁邊的一棟大廈 這個場所就被坊間稱之為小紅樓 就是蓄養一大堆年輕貌美的女性 去做性賄賂 被邀請到這裡的國路官員 這個令大家幻想在廈門的紅樓了 大家知道這件事和賴昌星有關 也極可能和習近平有關 現在這件這樣的案子 我們知道當時就找一個地方 就當是一個 當所有的女性 在一個地方年輕的女性 抓她過來就不讓她們走 不只是禁室培獄 還要讓她們去性侵犯 去把援 甚至有這些女性 故意搞完她們之後 還要強制結拆她們的輸卵館 繼續搞她們 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為 在一個地方叫天不應 叫地不靈 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 可以這麼說 是將人比動物還要慘 這些動物養的動物 都不會去到這樣的情況 但偏偏共產黨 那些黨員 或者高官黨員的一種享受 可以說為她們的權力 為她們的面子 為她們的歡樂 可以這樣去殘害人權 我問你了 這件事不是更加需要去抵制 更加需要去揭批嗎 很簡單的一件事 2019年5月案發 2020年9月一審 趙富強被判死活 是沒有死到的 死刑換期執行 同年12月終審維持原判 以上案件的時間續 趙富強是橫掛了20年犯案 案發主要經過就是一個受害的女性 18年向上海市委 多過單位第一次檢舉 而19年又向楊浦區的公安局報案 後來實名舉報了涉及 涉足過小紅樓的多名上海官員 但趙富強處處有保護傘 到了2019年的5月案發 楊浦區委政法委書記露言通過楊浦分局副局長 岑宏權 了解到趙富強已經被立案調查 於是向趙富強通風報信 血涉盡快離開上海 趙富強當晚就逃回江蘇勞駕 你會看到2019年上半年這次被舉報 如果不是恰逢中共中央掃黑除惡 督道組坐鎮上海的話 受害人又是能夠舉報成功呢 這個就是未知之數 保護傘有多強呢 這個相當令人搞不清楚的 你會看到所謂的平安上海各方面的東西 你會看到所有的東西都是 就是所謂的自己 為自己去唱讚歌 你會看到這件事是什麼意思呢 在上海 上海幫的勢力 是不是現在正是被整肅呢 很簡單一件事 上海已經在19年的時候 已經是洗清了很多東西 問題就是說習近平他敵政 清洗這些上海幫的勢力 其實影響重心發展 所以今時今日有這樣的案件回來 我有時都懷疑究竟是什麼人 哪一派什麼人所做的一些事呢 你會看到上海是這麼長的時期 做這麼多東西 上海幫 尤其是韓正 這個上海前市委書記 不需要負任任何責任呢 這種這樣的蓄養女士去做這件事的 身為上海的一把手 不需要負責嗎 所以我告訴你這件事會引向深入 會不會導致到最後 習近平去借這件事 其實習近平是無辜的嗎 也不是無辜的 習近平是誰在看的 就是他在看的 市委書記都是你找的嘛 OK 你不要經常說掛揚紅 今時今日誰坐鎮的 19年才案發 我問你了 你這個習近平在十八大上海以來 這麼多年坐鎮上海的 他已經換了人了 今天頭面的東西 餡的東西兩樣都有 好了 無論是上海幫還是習近平的情況 不需要對這件事負責嗎 這件事是比彭帥的事件更加微譜 彭帥的事件 講到底不是強姦 講到底就是一種 半推半就 之後原諒了 愛上了 重新愛上了張高麗的一個故事 大家看看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天上宇宙裏面的兩顆衣 之後就重新覺得有愛意 即是剛才爆 據名爆 爆了幾十分鐘 沒有人理他 接著繼續給大家封存 各位還可以做到什麼 你看看這件事 是不是嚴重更加多 是簡直是 慘無人道的一種做法 是侵犯女性的身體 性自主決定權 和他們的基本的專業 當他們連動物都不如 你想一想這件事的案件 小紅毛案件 哪一個在支持上海保護傘 那你習近平最會推卸責任 就會指向上海波 指向韓正 會不會這樣去打他呢 有可能 但是共產黨內 誰是無辜的 你想習近平會不會是無辜的 各位 所以告訴大家 全部都要負責 全部共產黨人都需要負責 這個就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的悲哀 你都看得到很多的新聞 不可以這樣去做 你會看到上海的小紅樓 是聚集了性虐待 強加強迫取卵 賣卵 代人這些內容 他不只是結紮輸卵 甚至是說 找他的卵子 出賣他的卵子 代人 覺得這個美女漂亮 就找他的卵子 來這個結合 甚至是代人 這些事件的情況 我可以這樣說 整個上海的政法系統都需要重新檢討 是什麼情況 我不會建言習近平做任何事 因為這個政府 這個政權是不值得我們去做任何的建言的 我們唯一一件事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 這些人是很慘的 你如果外面的人 都覺得這些是自虛烏有的事 不去很挖掘當中的真相 我可以這樣說 未來的路 這幫人會相當悲慘 我希望大家能夠珍惜現在 也都看得到 我們要將公義得以彰顯 要說真話 行公義好年文 我們怎麼去做這件事 希望透過我們把口 將這些事情更加大書特書 能夠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實 廈門有賴昌星習近平的紅樓 今時今日上海的小紅樓 都是有習近平的印記 有江曾習近平的印記 有楊紅的印記 有韓正的印記 有這幫人的印記在裡面 無論哪個人 沒有一個派系 共產黨裡面是無辜的 他們全部都要為這些事情 負責到底的 今時今日 你說有中國式民主 中共式民主 說有直接民主 間接民主 什麼民主都有 我問你了 共產黨經常問了一句話 哪個人最幸福 是要由那個國家的人來決定的 這個世界這個國家有沒有民主 是由全世界的人來決定的 這些垃圾的說法 簡直不知所謂 真正的是非善惡標準 並不是民主決定的 真正的是非善惡 或者是真價標準 有客觀標準 是有真善美的東西的 如果我們不管這些價值 而純粹是說民主民粹 多數決 我告訴大家 這個是荒謬 而且他說的 全世界各個國家決定民主 不是找一些非洲 東亞 中亞這些國家來決定 垃圾到爆 這個不是一人一國一票的問題 而是大家找一個偏述來騙大家 觀念秩序搞清楚的話 一定要堅持到底 我們未必一定救贖到這一幫 在上海被聲約 強姦 強迫取卵 賣卵和代孕的 受苦受苦的女生 但是希望這件事 能夠成為國際新聞 這件事才能夠有真正的一種 重要的一種解決 否則的話 一切的東西都是屠然 共產黨是一個超級大的學社會 和超級大的一種 滅絕人類 反人類的一個組織 希望大家正視問題 收穫公義 說回中共官場 最近李克強開著特斯拉的車 和特斯拉的老總馬斯克 由中郎海這件事 好像特別 令到外界的關注 都不知道馬斯克為何有這麼好的待遇 周木先生你怎樣看這件事 我想跟習近平覺得 它是一個技術的一種死忠分子有關 因為大家知道 在中國來說 它做電動車基本上是完全做不到 當中國知道晶片的市場 就是中國叫做芯片的市場 被台灣基本上是完全能夠掌握到 絕大部份的市場之後 它自己都自主研發不了 有關是芯片或者晶片 那它怎麼辦呢? 轉移去搞電池 其實電池也都相當重要 因為你做了電池的技術 你怎樣去做到適當的一些稀土 金屬的配置也相當重要 那你看得到 這個就是它重中之重 《華爾街日報》在12月4日報導 特斯拉就和中南海關係了 以及特斯拉特斯拉遭到中國兩個企業的遺短的內情 兩個企業就是360這個網絡公司和上氣集團 那麼你看到這些上氣集團也和剛爭集團相當有關係的 習近平是對自己中國自主研發新能源汽車很有憧憬 但是他非常失望 是急於向特斯拉 就是馬斯克這個全世界的首富 去開綠燈 甚至李克強說把中國綠卡給你也有什麼所謂 希望特斯拉特斯拉和馬斯克能夠協助中國打造能源產業強國 李克強還曾經開著特斯拉的電動車 在中南海大院裡繞圈的 並且穩諾會給予特斯拉CEO馬斯克中國的綠卡 而馬斯克也藉著廉價土地低稅率 使得特斯拉在中國的銷售盆滿盆滿 也因為優惠待遇 優惠的稅率 優惠的各方面的進出後政策 引發中國競爭對手的不滿 其實這不是中國競爭對手的不滿 是引發其他的派系的不滿 這一點成為了大家叫板的隊長 希望北京能夠對特斯拉擁有的大數據 個人資料以監管要留在中國不能匯出外國等等的東西 你看到的相當重要 因為習近平一直認為馬斯克是一個拉攏對象 是一個技術烏托邦主義者 是不向任何國家效忠 有錢便是糧 有奶便是糧 就可以為中共所用 這個正正就是華爾街集團和中共的 偶斷絲連或者諸聯迫合的地方 兩個一拍即合 為了錢 為了權 為了自己的名字 可以完全漠視真善美 這一點才是最大的問題 沒有公義 沒有對錯 沒有善惡 只為錢 有錢 有技術 這種做法正正就是馬斯克所做的事 我們看到他享有多少廉價土地 低息派款 稅收優惠 可以這樣就開了綠燈給他這樣做 這樣的做法 可以這樣說 是極度不公平的 如果你用WTO的規則 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法律的規則都是不公平的 怎樣獨口特斯拉 而中國企業它遭受這樣的事情 這個是不是違反WTO的國民待遇原則呢 可以這樣說 一個叫超國民待遇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使得不公平 是對於中國本身企業的歧視 很簡單 為什麼歧視你 習近平也看不起中國的國有企業 他會看到晶片不行 這個電池不行 電動車最重要的不是那些殼 不是那些機件 是那些電池 電池充電的問題就是關鍵的所作 所以各位 我們看到現在的情況 他要靠特斯拉 目的是什麼呢 就叫做養套殺 他們的特斯拉就是 先叫你養進來 養起來 給你油花園 厲害厲害 然後套勞你 讓你走不了 所以現在特斯拉有多少份額的投資 在中國那裡 有多少大的市場 在中國那裡 是相當大的 可以這樣說了 特斯拉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汽車在中國生產 而中國的銷售額幫助特斯拉在去年2020年 實現第一個全年的盈利 並且在今年第三季 前三季 即是一月至九月 貢獻特斯拉大約四分之一的收入 即換言之 你吃白粉 吃上癮 你的市場依然是中國 你的製造基地依然是中國 即是你供應 製造 以及市場都是中國的時候 你這個特斯拉的馬斯克的馬斯克 難道你告訴我 你這個技術烏托邦者 你只不過是一個貪婪的華爾街集團的左膠垃圾 就是一個富商 只不過是說你很有錢的意思 到了今時今日 你的錢是給中共賺回來的 特斯拉是其中一個華爾街集團最深陷入在中共這個版法裡面 泥足巨人 所以中共才養起來給你很多的優惠 土地 貸款 稅收 跟著之後 套就是掌握你的技術 它要的不是說你在這裡投資 你去賺錢 是你要幫你的責任 道義也好 政策也好 法律也好 要幫中國這樣的小企業去輸出你的技術 所以特朗普時期說的 你是強制轉讓技術 或者說盜竊知識產局 不是在說這個情況 你有多少的中共間諜派了入到他這個馬斯克 這個馬斯克的特斯拉的廠裡面去偷技術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的 好了 之後 殺 就是說呢 養點你 償肥你 摸了這些技術 殺你 這個就是對於特斯拉的三部曲的嘴唇 而馬斯克 你不知道嗎 你知道 很簡單 你要短期利益 你要暴力 你要坐穩CEO的位置 你就OK了 好了 一年之後拍拍拖誘 拜拜 換另一個CEO 李林 你是你的事了 這個就是馬斯克 壞的就是這個馬克思 現在找到馬克思去了 所以就很簡單 今天共產黨沒有死錯人了 晶片不良 電池量 東方不良 西方量 現在就是說晶片搞不定 是搞電池 所以說馬斯克有什麼大問題呢 如果在特朗普的時代 整個拍桌就說 Put on hold 馬斯克 你的中國投資 在美國所有的車 關稅加多少錢 它立刻震 恐怖 然後之後呢 向後退 但是今天呢 你看 拜登 do nothing 我告訴你 這件事非常可怕 你中方 你說這個自由經濟 你跟希特拉勾結 你跟習近平勾結的自由經濟 你自取滅亡啊 這些就是自由經濟 這些叫善惡不分 所以我給大家知道 現在這個問題相當嚴重 就是今天不是所謂的江爭 和這個習近平的鬥爭的問題 這個不是一個對等的鬥爭來的 不是說這幾個國企集團 現在跟習近平叫板互相鬥爭 這個不是這個視覺的問題 而是說 今天中共和華爾街集團之間的諸聯逼合 而這個時間會觸發到很多 記得你的辦法被割韭菜 而這件事肯定是習近平有意這樣做的 否則你不看到 它對很多的一些新東方高徒 還有一些割割上市的集團會割韭菜 對洗米華也是這樣一樣 對這個徐玉東也是這樣一樣 對這個尚氣一樣而已 尚氣汽車 還有對這個360一樣 它要割這些韭菜嘛 要割這些韭菜幾容易呢 哭都無謂 它的目的就是要打散這些集團 這個是其一的視覺 但是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是中共和華爾街集團 包括馬斯克為首的Tesla的一種 諸聯逼合是重要的 而這幫華爾街集團 自己為了錢可以蒙蔽雙眼 我會覺得相當可怕 所以時局為奸 大家要策略冷靜 我們更加要認清事實 我們未必一時之間去扭轉這件事實 但是從大家做起 不要買Tesla 抵制它 敗戒它 就是這麼簡單 要買車 不要買Tesla 你買Tesla 基本上是助就違約 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不要玩Fancy 不要說政治中立 不要說政治跟你無關 它跟你息息相關 希望大家明白 為甚麼 沒有 我可以做你 會開 我可以做 資訊 去 你 能